你想要知道 錄完之後的結果 你可以用聚集去執行它 對不對 執行之後 那你會想說 到底剛剛錄下來的東西是 到底是 結果到底是怎麼樣 你們可以看一下 Video Based 編輯器 不過這部分的話呢 慢慢來啦 因為可能有些同學 初次接觸這個東西 還是很陌生 不過你可以慢慢接觸啦 以後的話你會發現這個東西真的很管用 跳進來之後呢 請你找到 你的應該是模組底下 可能會有兩個啦 我剛剛是有兩個 一個 我的名稱是在 Module 2 裡面 這個 Markle 2 那當然 剛剛是沒有這些註解 1-7 這個是我剛剛打上去的 如果說你要分析的話呢 第一步實際上 選取 A3-G23 那它的語法就是這樣 Ranch 一個範圍 點 Select 這樣子就是一個選取的程式 以後如果說呢 你要修改很簡單嘛 你要選哪個範圍呢 只要把這個 有沒有 這個範圍呢 A3-G23 把它改掉的話呢 就可以是一個選取的方法 那排序在下面這個 就是 Selection 就是一個選取的範圍 點 Short Short 就排序嘛 按照什麼來排序 後面有一些參數 然後再來選取前五名的 學號加選從名次嘛 那選的方式 除了說一個 大的範圍之外 它還可以分成一個 兩個 兩個範圍 有沒有 去做選取 甚至還有三個四個 範圍可以很多個範圍 也是一樣 Select 那複製的話呢 就是 Selection 點 Copy 一種類推 這部分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先看過 好 那最後執行下來之後呢 就是我們看到的結果 就是這樣子 執行 這邊 可是你會發現呢 假設說每一次呢 都要這樣按執行很不方便嘛 對不對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在這邊產生一個按鈕 而且這個按鈕不要太醜 像這個就有點醜 你要希望它漂亮一點的話呢 第一個請你在下方這邊有一個叫繪圖有沒有 如果繪圖工具列沒出來的話呢 你點這邊有個繪圖 或者在工具列按右鍵有一個繪圖工具列 繪圖工具列裡面有一個快取圖案 裡面有一個叫做基本圖案 找到我的習慣是這樣 找到一個圓角矩形 在基本圖案裡面圓角矩形 這邊拉一個框框好了 框框裡面呢 填滿了顏色 假設我這個是一個紅色的暗影 它的線條不要 所以無線條 填滿 線條 那在上面怎麼打字 按右鍵 新增文字 字中 輸入 確定好了 字呢把它改成白色 選舉它